社子島開發案延宕多年 臺北市政府嚴禮取消同意比例限制 被劃入區段徵收的九大聚落土地 只要由土地所有權人反對就踢除 自救會但是批評 市府表面上是善意回應了居民保留聚落的訴求 但是實際上 踢除的原則依舊是主要計畫和防洪計畫 不能動 這無疑是卡死了社子島的聚落 大部分仍然是無法保留 社子島開發案延宕多年 北市府嚴禮朝民國五十八年前就存在的 合法聚落保存為基調 也就是俗稱九大聚落範圍 被劃入區段徵收的土地 只要土地所有權人反對就踢除 不過當地居民不買單 住戶表示無法理解九大聚落範圍認定標準 自救會也批評市府表面上是善意回應了社子島 居民要聚落保存的訴求 只要提出申請就提出 但實際上並沒有 提出原則依舊是主要計畫 防洪計畫不能動 這樣的條件無疑卡死社子島的聚落 大部分的聚落仍無法保留 那我們要一一來戳破這個四季大騙局 台北海大對面這些房子 因為他也是面臨的主要計畫 但是他實際上他是在五十八年前 以前的聚落他就留著 就算我提出申請 台北市政府也不會讓他提出 我覺得是換湯不換藥 這個藥一次同仁 聚落外聚落內的土地跟房子 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他們的財產權 依照我們憲法的規定 都必須要受到保障的 學者認為社子島未來的發展藍圖 應該由當地居民 大家共同討論達成共識 而不是由建商財團用土地炒作 逼迫少數弱勢配合 地政局則表示符合剔除條件 將從原有冷數增至五十多處 預計十一月中旬向市長報告 最快十一月底韓復內政部 記者黃曼C正林 台北報導